再来 天生有五因不全的障碍 请问要念什么佛号咒语 忏悔 做功德可以改善 我想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不圆满的地方 但是这个不圆满 都是我们过去造的一个业 那你要诚心的忏悔 当然不要觉得自卑 只管忏悔 然后也去做一些对峙 那我多赞叹别人 不要骂别人 你仔细去观察 有些人有语言上的障碍 都是他有那个习惯 讲是非 骂人 骗人 或是随便批评 有时候他虽然有这个业报 但他不想改 他不想忏悔 你就没办法 所以所谓忏悔就是 你要了解你的讲话 里面有哪一些不好的习惯 你要改掉 完全的改掉 那你的业报 才可以改变 比如说有些人说 我声音很沙哑 不好听 因为你喜欢骂人 批评别人 那你一直拜活 一直忏悔是可以 但是你要断除 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要再骂人 不要再批评别人 那你的口业才可以改变 如果你只是忏悔 然后你还是那种习性 甚至有些用原文字 现在有电脑 有LINE 那你就随便写几个字去骂人 那你还是得照一样 那反而会更恶化 所以应该是如此 所以自己念什么佛号咒语 都可以 不过 在佛号里面有一些 跟声音有关系的佛号 拿摩基因如来 跟声音有关系有几个佛号 你注意看一下 八十八佛里面也有 还有一位尊者上回有印给各位 跟声音有关系的 特别去念 那就可以了 听说一下 technologic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